第五局 双方的第五盘 真正的决胜一场 其实许馨这样的打法可以很大一部分的程度会去限制到梁静坤的反手 梁静坤的反手会比较难受 再次测身 摆住 连续的黄摆 梁静坤搬出台 连贯失误 许馨再次发抢 反手拧 许馨反手拧 转正手 这板其实是保守 继续摆 许馨有点着急侧身 高抛 直接吃发球 哎呀 这板 继续是空短 反手的球 但是许馨这两板丢了 可能跟许馨 有一段时间 在这个不参加大型比赛 改一个勾手 放高球 许馨 回到自己最熟悉的远台 反拉 连续的中远台 反手拧起来 10比6 再吃一个发球 果一的一板去杀高球 还被许馨强行转了 第二局 1比0 看还是去限制 非常有经验 哎呀 许馨的这个反拉 嗯 不行 还是太慢了 还是侧身的反拉 可以去尝试去摆到 呃 梁静坤的正手短 利用 然后去反拉 去找一下感觉 哎呀 这板 不转了 继续摆 防住 反手反思 再转正手 铺上来 觉得自己的角度已经够大了 勾手 还是扑正手 扑回来 杀高球 撇拉 你旋转 来 连继坤其实也能发现许馨现在 许馨在放高球 拉起来 中眼台 跳起来侧切 杀高球 杀高球 许馨是8 勾手 很短 这板没办法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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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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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哇 哇 哇 测拿一板 好球啊 倒地泡 开长球 许熙秀一把 测试 测试 又是 又是中院台的连续拉 萧一板 又是测身的倒地暴冲 又是反手反思 包条 插网 一把死网 这球没办法 搬高炮 摆住哦 反手拧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梁静坤11比5 是战胜了许昕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也是同时呢 帮助山东卫桥 拿下这一场团体赛的胜利 那么 这一场团体赛的胜利